按摩 点摩 点摩 嗨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来做一个 WikiHow的测试影片 如果你不懂WikiHow是什么的话 它 那你就输了 它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网站 现在我要跟你们解释 所以WikiHow就是一个网站 教你如何 反正就是教你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我也不懂为什么还要教我这些 但我相信还有他的道路 所以今天我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些 WikiHow教我们的做人道理 WikiHow是非 所以我们要略施小鸡 把这个男人抢回来 所以首先就是要了解他 首先我们要跟他做朋友 想让别人的男朋友喜欢上你 要确保你问的问题或 让他帮忙的事 他是会的 而不会耽误你的重视 要确保你问的问题 是他会的 请问 你懂怎样转眼珠吗 请问 你有口解吗 请问 你眨眼睛的时候 眼皮会掉下来吗 第二点 我们要学会了解他 这个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这个 随着了解的进一步深入 鼓励他说多一点关于他自己的事 让他说多一些 要 哦 Wiki好不想让我这句看了 让他知道你喜欢听他的 你扭到镜了 没有 这是我正常的聊天方式 之后我们要聊一些严肃的话题 要从对话中聊一些有智慧的话题 请问 事实上线有母鸡还是小鸡 请问 我要怎么才可以出名女朋友身边把你抢走 耐心今后事情发展 之后呢 这一点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吸引他 你不觉得今天的我特别美吗 是美 哪里哦 哪里都美 最后一步就是给他一点时间 跟他的女朋友分手 屁屁 你这样子紧不一算咩 怎么 没有 现在呢我们就要知道 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认识容易吗 有家人压力 有老师压力 没有 诶 来看一下Wiki好如何为我们解决 其实我很想要一部iPad 可是 所以我现在就要看一下 怎样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明确自己的目标 我想要得到一部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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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要告诉自己 这个是应得的 不需要担心他人的需求和担忧 OK 所以WikiHow刚才跟我讲 我想要得到一部iPad 不需要担心别人的需求和担忧 所以就算我妈妈没有钱 可是我还是可以去买我的iPad 这个是WikiHow教我的东西 妈妈我想要一部iPad 我们很穷的你懂吗 我不需要担心你的担忧 告诉自己这个是你应得的 妈妈我今天要买车 这是我应得的 妈妈我想要把你的拇指吃掉 这是我应得的 这样子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 因为你比出两个页 今天就让我和WikiHow 教你如何离家出走吧 离家出走 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和刺激 期许会有许多寒冷的不免之夜 会面临危险和饥饿 但可能不知道往哪里去 那你为什么还要叫我离家出走 另一份离家出走的利弊清单 利不再被忽略 B 因为没有人理你 所以你不可能被忽略 哇 自力更生 所以完全依靠自己去完成一件事 Hello 如果你想要离家出走 就代表你思想不成熟 思想不成熟呢 你不可能 OK 可能你可能 可是机会比较少在18岁以上 自力更生 我来聊天了吧 哇 离家出走有机会出去游玩 那我是不是应该离家出走了呢 那么好玩 我看一下他的表层是这样 握紧拳头 可以认识新地方新朋友 YA 有机会出去游玩 YA 开始 我们要带一些零花钱 但不要拿太多以免被发现 大概是 得准备60块钱 60块钱 另外 两三百元 两三百元 如果你要离家出走 就是你what's the point 你不要被人家发现你离家出走 他发现你离家出走 他就已经发现你离家出走 他不会因为你钱拿少 所以他没有发现 长期生成功 编好一个故事 不得不接受 偶尔有人想知道你从哪里来 你需要好好想这些 编立一些现实合理的理由 但不要说你是离家出走的 永久改变自己的名字 取一个换快一点的 小孩子今天几岁 我今年16岁 你从哪里来的哦 我当然不是从家里来 我都是在街边长大的 可能会有人不知道你是离家出走 你16岁 就是穿到很普通 如果你不是离家出走 那你是怎样才可以出去那个家 然后 你们编到你们的留言跟我讲 下一个呢 我们要住在大型的食品找货店或者是糖果店附近 你保证你不会饿死 捡垃圾的时间长了 你的身体就会习惯这些过期的食物 也许最初你感觉很不舒服 但这些情况会变好 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你竟然看到这个 那就觉得家给一个吃过期食品没有问题的人家 他们家吃不吃这一层 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食物中毒 细菌改感 呕吐 腹泻 甚至 呼吸循环涮结 等突发性疾病 哼哼哼 离家出走一下就死了呢 去行骑 就是黑色 黑色的 所以 连讲教人家做乞丐都教了呢 许多人可能会不理解你 但是如果有好的策略 你或许会非常成功 甚至还能把多余的钱存起来呢 在这里学到怎样做乞丐 怎样离家出走 怎样抢别人的朋友 停 微笑 并有礼貌 温柔的向别人要钱 请问我可以跟你 要钱 妈 请问你给我吗 我真的觉得如果有人真的去停的话 不要装外国口音 有些人觉得装外国口音很好玩 其实是个快主音呢 所以你要非常的猛烈 哇喽 终于还没有给我钱呢 哇喽 有钱了 有效的控制自己绝望情绪 虽然我离家出走 虽然我只有16岁 虽然没有人要请我 虽然我还没有把我的速度玩 虽然我还没有男朋友 可是 我是不会因此而绝望的 不要被抓走卖赢 说的好像被抓走私底情愿的那样 如何假装发烧 如何假装发烧 哦喂 我看到这个 Wikihaw是一个多人协助写作系统 果然 很具有知识性的 来我们看如何假装发烧 打开热水 发出干呕的声音 为什么要叫这样飞的东西 Wikihaw啊 提前放学或下班 哎放开 我没有装病过耶 我从来都没有装病过 好多 保持精神缓散 看上去 一直很难受 这一点很重要 注意自己的眼睛 要眼神移离 老师 我真的很不舒服 还有小tips 西医 oh my god 做之前要练习一下 装病还要练习 所以你可以请两天假 因为装病一天 真是病一天 如果 腹部间使用插到屁股里的老式体温机 那也要让温度达到39.5或40度 那你真的要弄到自己发烧耶 如果你有社交网站 记得更新你的状态 一个简单 哦 天呐 好难受 我要给自己做鸡汤面条 啊 好作作咯 OK所以现在我就要跟你们介绍一个link 就可以让你们买到很多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所以这个活动是这样子的 只要你是台湾人 你就按进去那个app 只有台湾人可以享受这个服务 不然如果你的收获地址是台湾也可以 如果你还没有用过淘宝台湾这个app的话 你就按进去我资讯栏的那个link里面 然后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产品 它就会有一堆产品 然后这些产品呢 全部都是100台币减50台币的 你还可以享受免费保有的活动 只要你按进我资讯栏里面的那个link 然后在买东西的时候 输入这个折扣码 TBTW502 就这样子 然后你成功使用折扣码过后 你就按screenshot截图一下当时的那个照片 给那个店家 这样子就可以享受100台币减50台币 再加免费保有的活动 有没有厉害 还有这个活动是3月1号到3月31号包 所以现在赶快去按下面那个link 然后去买东西吧 1号我也教太多东西了 OK 最后我要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如何呼吸 如何呼吸 一个就是要深呼吸 哇 这个那么明显 应该不是用鼻子呼吸吧 最好用鼻子呼吸 不然用耳朵呼吸也OK 用横隔膜呼吸 这个我真的不会 用横隔膜呼吸 呼吸 呼吸时握着拳头 哇 将手臂往前伸直 呼气时拳头带到肩膀 好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说 鼻子呼吸 气时叹息 这要有助于放松 啊 啊 真的有放松到人了 谢谢 在脑海中想象自己呼吸 想象空气的样子 和它们在体内的位置 我真的没有想到呼吸是这样摩大精神的姿势 师傅我明白了 Oh my god 再一个 用7-11呼吸吧 7-11 这篇文章有用吗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结束了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这个影片对你来讲有没有用啦 反正我是祸意良多的 我可以学习到如何抢别人的男朋友 如何假装发烧 呼吸 耶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想要 快点10万订阅 所以呢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Bye 所以今天的我就要MIT雷根 下一条今天我就要MIT雷根 OK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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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